文化總會跟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攜手舉辦的臺日水果夏季 今年邁入第二年了 日本駐臺代表全玉泰表示 日本跟臺灣引以為傲的水果 齊居一堂 象徵日臺友好關係 行政院長陳建仁指出 去年我國的水果外銷 近三萬九千公噸 產值二十億 其中相往日本近兩萬公噸 產值近十億 可見臺灣的水果深受日本喜愛 來自臺灣的芒果 香甜可口 以及日本的澀香葡萄 吸引民眾目光 有文化總會跟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攜手舉辦的臺日水果夏季 邁入第二年 二十六號集結臺日優秀水果農產品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臺北施務所代表全玉泰 更是全程又中文字詞 樂見日本跟臺灣引以為傲的水果 齊居一堂 陳建仁強調日本是臺灣最重要的農業貿易夥伴之一 臺灣不再依賴中國為主要市場 針對中國暫停我方芒果進口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水果夏季象徵臺日關係穩健發展 反擊中國不斷威嚇臺灣 有業者不選擇中國市場鎖定高端客群 透過急速冷凍 做出鮮甜的艾文芒果冰 一年熱銷兩百萬支 成功打進日韓市場 農業部次長陳俊介表示 臺灣重要農產品以輸往高端市場為重要目標 日本是第二大農產品貿易夥伴 更是水果的最大貿易夥伴 目前正加緊腳步規劃水果地圖 吸引日本遊客來臺觀光吃水果 記者黃子杰 陳立峰 台北報導